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汤块这样一个游戏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四讲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的主要内容是绘制这样一个画布 其实我们是主要是绘制整个的这样一个背景 好 那这节课里面我们有哪几个小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我们要封装一下这个Canvas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类 很简单的一个Canvas的一个类 第二个呢是要生成这个画布的一个二维素组的一个数据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操作呢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做这个俄罗斯方块游戏里面 它这个整体的一个画布的话 它会有这样很多一个小区块 那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一个二维素组来进行一个控制 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线条的一个绘制 那第四个呢是我们要缓存 这个画布对象 那这个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个缓存呢 是出于这个性能优化的一个考虑 好 我们还是实际的通过代码来为大家演示 好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上节课的一个实现 上节课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开始界面的这样一个效果 当我们点击开始游戏的时候 那它就会进入我们的这样一个游戏界面 好 我们先来第一步我们来封装一下这个Canvas 当然在封装Canvas之前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Canvas对象给画出来 我们的Canvas对象的话 同这个图里面很明显 就是我们中间这一块区域的一个内容 那这块区域的话 我们的这个Canvas应该怎么来做呢 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Canvas 好 在使用Canvas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给每一个Canvas 给它一个ID 好 我们给它取名叫C Canvas 游戏主页 游戏主界面 游戏主Canvas 接着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Canvas的一个封装 好 这个Canvas.js呢就专门来负责我们这个Canvas的一个一些基础的一个操作 好 我们这里的话要许有些什么东西呢 Canvas的一个ID 然后呢有一个height 有一个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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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宽和高 当然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注释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注释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封率或是一种其他 Customs的一种 有一个特广场 还是去柜一个手 来到来的 这个呢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注释 那 第一个 我们既然是累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Canvas的ID给它存起来 叫这个对象存到里面来 然后呢我们要把整个元素给它也存起来 这个元素的话就是我们通过 GetElementedById拿到的我们这个CanvasID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要做判断了 如果它 没有是空的 就是说 拿不到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给它泡一个错误出去 当它如果没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再来 这个这是关键点 关键点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 通过在这个Canvas对象上 GetElemented Context 这种方式来获取到我们的这个Canvas的这样一个上下文 当然这个地方的参数的话我们当前只能用2D这样一个选项 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用3D之类的这样一些选项 之后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之后我们就是在设置它的一个Wides 如果提供了我们就用 否则的话我们就 假设我们这个 Windows的整体Wides给它 当然其实这个的话应该强制提供才对 那这里我们就让它 更灵活一点 InnerHeight 我们在封状类的时候 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去封这样一些类 关键点还是要 还是像我们想去 操作它的这样一个圆形 Constructor 好 我们再给它的圆形对象 要给它新建一个圆形对象的时候 我们记得一定要把这个Constructor 封给它指向我们的converse 这样一个 Function 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呢我们给它 实现一个init 这样一个方法 好 前面有像画线的话表示它是一个私有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是可以 调它的 好 这里的话我们要做的只是 就是把它的这样一个Wides 然后 付给 把这个我们设定的这个Wides 然后付给它原数本身的一个Wides 这个Wides其实是Style里面的一个Wides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当这两个Wides 这两个大小 不一样的时候 那它会产生一些 拉伸或者压缩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 并不需要 随时呢我们要在这里 把它进行一个规避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converse的一个操作 就说如何来 实力化一个converse对象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来进行一些操作了 好 其实关键的话我们要 要想控制这个 页面肯定是不仅仅是converse就够的 那我们整块这个区域的话 其实称之为我们的一个 面板 其实我们可以叫游戏面板 那这里我就可以叫 broad 用这个面板来这样一个封装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 是想怎么做呢 给一个id其实也不需要 这里就是一个broad就可以了 其实 它就是我们有这个 放置我们这个游戏 主元素的一个 面板 然后它有哪些属性呢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设置 这个390这个600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宽和高呢 就是因为我们 这里面我们想放置一些 小方块 那这些小方块的话 每个是30个像素的一个大小 那这边的横着排的话 刚好能够排 13个 然后素质呢 是20个 那这个地方的这个rose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纵向的一个 这个方块数 然后横向的就叫cause 然后呢 它呢是我们的 13个 当然我们还需要 每一个 block的一个 size 其实是等于30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需要 把这个convers 用起来 好 convers 这个地方的conversid 是多少呢 我们在这边已经 写好了 就是叫 c game 所以我们把这个id 给它传过去 接着呢 我们就要传它的一个 宽度和高度 宽度应该怎么来算呢 宽度呢 是我们这个 纵向的core 和我们的这个block 来进行合起来的一个结果 然后 高度的话就是我们的rose 和我们的这个block size 合起来的一个结果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convers对象就拿到了 拿到之后 为了操作方便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convers的 context 给拿过来 好 另外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它 看一下这边 我们需要生成一个画部的一个二维素组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存哪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给它生成一个单素组 好之后 我们希望 通过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能够 做这些事情 当然 这个地方我掉的是 想实现 这样一个grade 这样一个做法 好 这个地方用 Elite吧 这样比较统一一些 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之后 我们想 访问 这个Elite 这样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需要 对它的一个圆形 来进行一个操作 还是我们的 Constructor 要指向我们的 Broad Broad 然后呢 我们的Elite方法 Elite的话 我们 会怎么做呢 我们 我们会新建两个方法 一个叫 Build Grid Data 然后呢 是什么呢 是Elite Grid 这样一个 然后在我们在Elite里面 我们真正的Elite里面 我们就需要做两个事情 一个是BuildData 一个是 Elite表格 在我们画这个Data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 通过这样一个 双层的这样一个 For循环 它的i呢 是小于我们的 这样一个什么呢 Rose 因为它是一个 小于我们的Rose 小于我们的Rose 然后呢 A++ 然后在里 这个里边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 给它的每一行 就给它新建一个 宿主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宿主就是二维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还需要 来操作一个G B 把它 0 Core Core 这个时候 i然后 J 因为都是空的 所以呢 我们给它 负一个0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一个 宿主 就OK了 OK了 这个地方我想改一下 JS里面的话 我们一般是使用 两 使用两个 使用两个 Converse 我们要整体配置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儿进行一个 配一下 Edit TableSize 2 OK 这样的我们的配置里面就是2了 好 那这个数据生成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给它 打出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先想测试一下怎么来做呢 首先第一个呢是在这个里面依次引入我们需要的一些文件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 Canvers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这样一个 board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board肯定是需要启动的 那怎么来启动board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创建一个方法叫 StartGame 启动 启动游戏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需要 Lew 一个 board 当然这边的话我们就需要调用一下 StartGame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任何输出 点开始游戏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就输出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元素 一共是20个元素 然后每个里面都有13个 OK 那这个证明是正常的 现在呢我们再来绘制我们的这样一个表格数据 那表格数据有个怎么来绘制呢 在绘制表格数据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我们是要设置我们的这样一个画笔 设置画笔的话是通过 StalkStyle 然后给它一个颜色 当然我们整体是用绿色 那这也用一个绿色 然后呢 给它设置这样一个 笔画的一个宽度 然后是0.5 0.5这样一个粗细 接着呢我们是来通过 一个起始点 当然我们这个起始点的话其实可以 直接不要我们可以直接通过 木兔这种方式来 寻找我们的这样一个起始点 好首先我们把这个点点点到哪儿去呢 到0 然后呢是 i乘以我们的 BlockSize 然后乘以 这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 坐标 找到这个起始点之后 我们再把它的这样一个 画笔 通过什么呢 通过LineTool 这个LineTool是什么意思呢 是划线 然后划线的话就 就把这个 Canvas的一个 宽度 然后定位 这个不叫宽度 就是说 怎么理解呢 这个东西 画个图 我们这段代码的话 其实说白了 就是 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个上面 定一个点 然后这个LineTool 然后这个LineTool 后面的这个这个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也在这边 也定一个点 也定一个点 所以这个点的坐标就是 X 是我们的这个Y的4 然后高度呢 是 第一条线是0 那么我们从这个点 LineTool 画一条线到这 是不是也就成了这个样子的一个造型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循环的话 其实就是在 画 横向的这样一些线条 好 好 第几行 就画就是 哪个坐标 那这个是横线 那第2个操作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ID的前面吧 这个地方我们也把这个 I合金 定义到前面去 好 这个地方 I右等于0 这个时候注意了 这个时候我们 是 通过 这个Cores 来进行一个画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起始点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时候的起始点是 I乘以block size 然后呢 是0 这个是哪 哪些点呢 这个说白了在这个 画板上的一个点就是 这一排的点 第1个 第2个 第3个 就是这些点 那么这些点 我们要想把它画下去 所以呢 还需要有一个 终点 那这个终点 一个怎么来表示呢 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的 context 目图 我不叫目图了 这个叫 Line2 因为是花线 这个时候呢 它的x坐标就是block size 然后它的y坐标就是我们的高度 这个converse本身的一个高度 好 这些画的是什么呢 绘制 线条的 笔记 好这个是笔记 那 要我们最后 看一下 我们这个笔记画了之后 那这边有效吗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并没有任何效果 为什么呢 就说 我们画了笔记之后 我们还需要 什么呢 绘制这些线条 绘制线条 绘制线条的时候 好 我们要绘制线条 通过context 什么呢 stock 来进行一个绘制线条 我们看一下 现在也没有效果 难道有脚本错误吗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 发现这里这个颜色 绘制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把它改正 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有点像棋盘的一个东西就已经出来了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俄罗斯方块的这些方块它也会跟着这些这些东西进行往下掉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就能够 好实现 接着我们来开始 把这个数据进行一次缓存 这个缓存的话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在convers里面提高这个有性能 必要的 因为我们需要每隔多少毫秒就去刷新这样一个画布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背景图给他先给他缓存起来因为背景图是始终不变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 通过他的这个gate image data 来进行一个 缓存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起始坐标 和他的这样一个 看 看 看 Startyx和 Startyy 然后呢 Startyy和height 就是说他的一个 宽度和他的 高度 好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就把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 给 存起来了 那这儿看不到具体的一个效果 最后再说一点这两边的一个边框 看起来是比较粗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css把他的这个边框 给改一下 应该是 哪个呢 这个 我们把他的这个边框改为 left和right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上下就不存在这个重复的一个边框 就恢复的这样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情况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 绘制这样一个 看一下 绘制我们这个画布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的话就是这些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因为我们下节课的内容 现在我们下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的内容